輝哥你好 Chris你好 今天我賺了一盤 超多 這裡有沒有29隻 29多隻 29多隻 真的29多隻 沒有29多隻 也只有19多隻 19多隻 Frowman Frowman是一個很棒的牌子 因為它是自153年 你按一下手指 應該是百多年歷史 是呀 你這牌子真的很久 很棒的地方 它有很多不同特色的殼型 稍後慢慢跟你介紹 有些這樣的殼型 是嗎 方形 有方形 但是有彎邊 但是它最棒 有些這樣的方形 這個是比較潮的方形 是呀 這個比較型 是嗎 整塊 夜光面 四方方 不只是夜光面 它的殼也很有型 但是不單止 它有很多是自己處理的機身 因為它以前是自己做機身 有自家機身 現在近幾年 做少了 待會可以 除了一個款式之外 有些很抖領的標 你沒見過 現在沒有那麼小 這隻真的是二十多 這隻真的 這麼抖領 24到23 這隻女族 只是比一毫大一點 是呀 五毫也沒有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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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毫也大過 五毫也大過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 你看到這個機身 是 自己肉 是呀 自己東西 是 扭胸 雕花 前面也是這樣的 又開啟 好正呀 這隻又是自家 這隻又自家 自家 嘩 這麼多自家 這隻又自家 即是它一半半 一半就自家 大概 一半就不是 因為 不是自家 有另外一些可能性高一點 譬如你有GMT 這些就不是自家 當然價錢又很划算 譬如這些 一萬元左右的定價 你說折了幾千元 真的 真的幾千元搞定 是呀 那些自家機身 其實是有個 叫做 獨特性 是呀 那你獨特性這些 就有漂亮 這些 酒桶型有特別 那這些折了 一萬元不用 嘩 九千多元搞定 自家機身 自家機身 小秒洲 買回來的那隻 不是呀 漂亮一點的自家機身 譬如舉個例 這隻 Skeleton 有打磨的 是 你說Skeleton 其實是對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那個肉 真的挑空了中間的部分 是 因為它同時是Open Dial 這個面是否切開了 一定要 事必有一定的打磨 這隻功能 就是三針錶 但是它的面是非常特別的 是一個朱古力的太陽 坑紋 放射面 嘩 再加很多 即是自家機身 是 那這個Open Dial 一半就是 有一半顯示的 很特別的 是呀 如果不喜歡Open Dial 就有這隻 這隻 小秒針 指針式 日力 亦都是它的自己機身 打磨是漂亮一點 不同的 它的結構版路 還有打磨藍鋼螺絲 還有那種 導的那種金屬 是跟一般的通用機身不同的 是 嘩 值得玩的 這些自家機身 價錢就高一點 如果你說值得玩的 這隻 輝哥 怎麼看 這隻 像不像一些飛機師 飛行員 看上去有潮 是嗎 有性格 是呀 那個針 你看看 好像別人那些 移錶版的針 現在我有兩款 有黑鋼和全鋼 嘩 還超夜光 對 黑鋼和白鋼都有 會不會很貴呀 這兩隻 這隻當然不會 幾千元 幾千元 六千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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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解釋 但都頗敘手 都可以 這些都是幾千元有交易 哇 面子就過癮 整個夜光面 是嗎 古典有古典 飛行有飛行 即是軍事有軍事 古典就是這隻 這隻是膠面的 膠面突鏡 好像Bubble 又是自浸食日曆 又是很古典的風格 另外這隻 葛叔我想問一下 這隻是Crono的7750 是嗎 這隻怪不怪 早幾天有個客人看過 我順便可以介紹給他 這隻7750 是一個超借機神 但它是一個升級版本 因為7750 有沒有這麼漂亮的鎖 是沒有的 有沒有藍�螺絲 是沒有的 如果是正常版本 就是沒有打磨 沒有藍鋼螺絲 現在這隻有的 即是說77來講 它都是用高級 高級 對 用7750 還要高級 但是這隻標 這隻標 但這隻標 輝哥你摸一下 整隻金標 很聚 你的手累不累 很重 你拿到一會就累了 你不要拿那麼久 是 最珍貴就是碳纖面 是呀 這塊面 是碳纖維碟 近一點給觀眾看一看 現在包了膠紙 拆了膠紙 更漂亮 機芯又漂亮 面子還是碳纖維碟 更是金鋼 最實用的 Date 然後就三個盤 兩個檔檔 一個秒針 兩個檔檔 就是最實用的 可以用到的功能 就是一個Corno 一個Date 其餘沒有什麼用 是呀 是呀 最正的 而且都分散了四個不同的位置 面子最漂亮 是呀 面子再加上夜光針 Clarfun fiber 真的是立刻出來 不是說追上一點 是嗎 所謂的Carbon fiber 是真的一些纖維 是矽膠矽而成的 看起來好像像布 沒錯 advocates 揮光 你幫我看一下 是不是好像某個 貴價F字頭的牌子 是呀 但是我覺得它這個 白面就很簡潔 很清妙 是很雪白的面 我觉得它有一點 雌白的效果 即是你不說以為它是湯匙 是呀,它很乾淨,白得來 是呀,不只是表面漂亮 殼也有型 它也是自家Frowman基深 就是這隻,一認是認到的 又是那隻 還有這個殼,雖然它是酒桶 它是兩種效果不同 某某一種F牌子的一隻殼 這個是兩隻殼 是呀,它有一個Bassel 很少酒桶形有Bassel 是呀,還有洋蔥的 還有一些細節位,譬如那個的位置有一粒東西 有一粒石 有一粒珠 是呀 這個都是一些高級牌子的做法 是呀 不是就這樣一個金屬的Crown 所以這隻是一萬元多一點 是 一萬頭 不是,是一萬多一點 只是多一二百 是呀,一零幾 是,一零幾 一零幾,一零幾,一零幾 一零幾,一零一,一零二 這隻是男女也可以的 是 也是,但是很划算的 這些也是幾千元 是 真的幾千元,因為這隻是特別便宜 這個尺寸真正可以這麼說是UNICEF的尺寸 是呀,34尺寸 是 是 它是一隻超胸 亦都是Open Dial的自家機芯 是 藍鋼螺絲 但是看時間都清晰的 因為呢 它是很大的,那些數字 是呀 它外圈的1234567890 很清晰 但是裏面的機芯都很漂亮 是 後面,讓你看看後面 是 這是自動機芯 是呀 就是這隻,我不是說 Frowman的In-House Movement 是呀 現在很少 現在你說 幾千元 即是六千元 是呀 不用,六千元就買到一隻自家玉 是呀 有嗎? 有嗎? 是呀 你買了羅馬錶的Skeleton 都要幾千元 很多牌子 即是在用ETA 那些 都是在賣過萬的 是呀 即是賣過殼 你說,中標真是 那個玉很重要 是呀 心臟來的 是呀 那個玉很難做 原因就是 殼就反而容易做 這隻呢 其實跟這隻是一樣的 是 一個是金鋼白面 剛才這隻 一個是全鋼黑面 都是用同一隻自家機芯 是嗎? 是呀,沒錯 那大塊面 很有趣 有一格格格格的紋 是呀,因為它比較有古典的味道 好像 怎麼形容呢? 好像一格格細水紋 但是小秒針很棒 有一個Combination 是很少見的 就是什麼呢? 細秒針 但是又是自動錶 是呀 是不是很少 通常也是 有,但是這個Combination 等於手上鏈大三針 又是很少見的 有 但是不是很多牌子有 很少 很少 這個調轉 自動錶的小秒針 也是很少見的 是呀 看完最後 看完這架 看完這架 這架也是AIRSPEED AIRSPEED 也是跟航空有關 因為FLOWMAN 有一個LINE 也是跟運動錶 運動型格 這架也是比較高階的系列 它是用了一個碳纖面 跟剛才的Corno一樣 用一個中置式的日力 日力的顯示 1到31號 就是Inner Ring 斜面的部分 你看到 那個紅色三角形 就指著26號 是的 指著26號 是的 很過癮 很棒 這個透底機心 這架是通用的 通用機心 所以通用機心有個好處 就是價錢相對 非常容易入手 折了都是幾千元 是的 五六千 都是這些價錢 剛好這架 就是五六千元 日本錶也要 是 日本錶是沒有的 即是沒有 如果你說買到這些級數 指針式日力 好像寶柏牌那些 我這架是無敵的 是 即是你五六千元是買不到 碳纖面又指針式日力 只有FLOWMAN 當然了 幾千元 大哥 現在你去抹油 都要收你幾千元 當然了 畢哥 看最後一架 好 這架 是嗎 這個給一些尺寸 特別敏感的錶迷 是 就是特別 要看看 因為一般錶 譬如你男裝錶 要麼就很細 細得好像女裝 要麼 要麼 男裝錶通常是三十九四十 但是FLOWMAN 有個好處 它就出這些 即是都是男裝 來的 但是它的尺寸就小 通常呢 三十七 三十六 那這架 和這架 都是一些比較小的 男裝 這架是三十七點幾 尺寸 非常正 也都是有指針式日力 這架呢 是藍色面 也是一個 即是 AIRSPEED 還有呢 也都是有少少 一種 移錶版 飛行員 你看到那些指針呢 是不是都是這樣 好像 在飛機上面的移錶版 是的 但是呢 橙色針很精彩 物體設計 後面有架直升機 所以呢 如果對 三十六 三十七 這些 小的 藍裝 尺寸的 標有興趣呢 不妨 看這兩隻 看這兩隻 這兩隻 正巧就是三十六 和三十七 尺寸 飛哥最後有什麼 補充呢 這麼正的Fullman 這麼正的Fullman 就是這麼正的Discount 千萬不要錯過 記住 來我們永時 標行 慢慢看 我們的地址在尖沙咀東部 半島中心 商場G75號鋪 到時見 拜拜